國內疫情未歇仍然處於高原期 如今英國卻又傳出Omicron新型 亞變種BA.5疫情 傳播力比臺灣現在流行的BA.2病毒株 整整高了1.2倍 為了對抗不斷變異的Omicron病毒株 莫德納公司近日也宣布 研發出新款二加疫苗 這個舉動更被視為是次世代疫苗時代的來臨 Omicron的效果增強8倍 新款二加疫苗不僅可以對抗原始新冠病毒株 也能有效對抗目前主流的Omicron變異株 中和抗體甚至提升了8倍 更有專家表示對於65歲以上 或是有慢性病的高危險族群 接種新款疫苗 預防重症死亡效率一定比就款好 那臺灣何時能達到 次世代的一些疫苗 事實上像莫德納等等 他們有在研發 就是希望可以來針對一些 更新的一些變異株 能夠做更有效的預防的話 就是我們有待他們的一些研究成果 能夠出爐之後 比較能夠做一些後續的評估 次世代疫苗還要通過EUA及ACIP會議討論其成 而且臺灣也還有一千萬劑疫苗尚未到貨 不過要讓社會真正回歸到疫情前 次世代疫苗絕對是關鍵 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